这一节讲解依压减震器 应用最多的依压减震器是直接伸缩式的 它可以做成单独的单元或以悬挂拉杆装在一起 拉杆的形式使用与操纵杆的原理一样 但它相当的长 依压减震器通过使依压力油在其阀门中流过产生阻逆作用 这些阀门限制压油的流动 双管式是最常用的 一般外管的基座与悬挂元件相连 内管作为活塞运动的工作缸 活塞与活塞杆相连 活塞杆的外端与车架相连 处于外管上部的轴承 在活塞杆里外运动的过程中为活塞杆定位 在轴承上部有一个密封环防止依压油的泄漏 在受撞或压缩过程中 活塞杆和活塞像减震器的外部运动 为了起到缓冲的作用 需要在这两个方向的运动中都要有阻力 这由压油和装在活塞和内管作上的阀片来完成 压油冲入内管并环扰它的外表面到一定的高度 这一高度可以提供一个空间 或在它的上部内管和外管间提供一个外泄油的储油腔 打开球形压缩 活塞及活塞杆在油缸中向下运动 这使得标油A的在活塞上方的枪室内压力有一点下降 与此同时 标为B的处于活塞下方的枪室的体积减小 致使其压力增高 这个储油腔装有活塞进油缸 压油通过外侧的油孔流到活塞和A腔 现在活塞也进入到了A中 并排出了一定量的与它的容积相等的压油 所以 所有的在B中的油不能流入A中 被排出的压油被迫向下通过一个缸 并排出到标油C的储油腔中 在回弹或伸张阶段 活塞及活塞杆向上移动 使枪室A的容积减小 枪室A变为高压区 依压油通过活塞上的伸张阀流入B腔中 然而从B腔退回的活塞 极大了增加它的容积 而从A腔来的依压油 不足以填补这一空间 枪室B中的压力降到储油室的压力之下 使得禁油阀打开 移压油由储油室流入枪室B中 使得内管被充满 这些阀门控制任意给定的活塞速度下 依压油从阀中间流过时所需的力的大小 它们在依压油被压缩时处于打开状态 这使得活塞运动速度慢时阻力小 而当活塞运动速度快时阻力大 在活塞快速连续地迫使 空气就散布在油中并变成小的气泡 且形成泡沫 空气的压油就有一定的可压缩性 所以它不能提供在无气泡的情况下 所能得到的精确的阻尼力 这样减震器的性能被大的降低了 这种效应被称作减震器的退化